OK 兄弟们大家好 这个星期六的话 不只是有激情的福战 但是对于福战的关注度来讲的话 我还是喜欢看 咱们的这个千辉单胶赛 到底花落谁家 对面坚强的打工人 已经成功冲击到全服第一了 1652分 对面这个兄弟的话 就真的有那一种 有那一种什么风险 那种瞻无界 大战关明顶的那个感觉 就你们打建回单胶赛要三个月 我打建回单胶赛 只需要三天 这边的话建回单胶赛 昨天星期六的话 建回单胶赛的第二天 对面成功登顶 建回单胶赛 全服第一 而且胜率也是非常高 87%的一个胜率 就等于说100把比赛输了 输了13把而已 有很多兄弟们会说 那轰大战那边的话 是一个100%的胜率 因为你100%的胜率 你不一定打得多 你要往三面打的话 你肯定会碰见打工人 你碰见打工人的话 说不定的话 对不对 怪战犯的话 神木灵的话 也是一个复战级别的 一个神木灵 我们来看一下 传统法系 VS 这个真的是磨帆寸的天花板了 好吧 这个应该是磨 应该是 现在千回单胶赛 磨帆寸的天花板 我们来看一下 究竟是传统法系更厉害 还是磨帆寸 更猛烈 因为毕竟对面也 输过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暴龙哥哥的话 这边的话 还是没有出手 对面的话 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地府的一个小孩 上个视频的话 不是有 有 有 有捡到吗 有捡到对面这个 磨帆寸 唯一的一个缺点的话 就是可能说 这个 这个锦衣 那个坐起啊 那个马呀 非常的 非常的 有点 非常的丑啊 所以说的话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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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的话 也是没有看见 这个磨帆寸 骑小马了 就如果以 大炮 打这个 进会单胶赛 多年的纪念来讲的话 非得 告诉兄弟们 非得分析一下 对面的弱点 在哪里的话 我觉得 对面 他这个 磨帆寸 最大的弱点 他这个地府的小孩 法术反应比较低 就 观战犯的话 全秒的话 可以秒对面宝宝 脸前脸血 但是对面的物理 看性很高 所以说的话 其实 进会单胶赛 打到 他这个分段 就是1600多分 分段 天元 主别 全服第一的话 碰见的 法系会 略微的多一些 我可以给对面的 这个打工人 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提一个什么建议 我觉得 对面打 进会单胶赛之前 可以先进来看一下 产地里面 有哪些人 因为都是可以搜 搜索到名字的 就如果说法系 多 多一些 比如说什么 轰炸机 什么都在的话 可以换一个 高法凡的地府小孩 就如果说物理系 多的话 就可以带这个小孩 所以说的话 打结婚单胶赛之前的话 可以先看看 大部分人啊 比如说 环家轰炸机 大部分人 都是这样打的 就打之前的话 先看看 先看看人 再决定带什么小孩 这边的话 12回合 观战班 换到了一个地厅 观战班的话 地厅的话 我看一下 是不是个工地厅啊 应该是个工地厅啊 宝宝顶了个药 对面的话 有椎子宝宝在 椎子宝宝的话 那没了 兄弟们 椎子宝宝一把 无魂 那比赛 13回合 对面这个法凡大阵啊 你看没有 没有办法呀 力批都是有 你说 对面这宝宝 宝宝的话 壁的力批 加法术反育 哎呦 这个魔藩村是真的难搞 兄弟们 这魔藩村是真难打 实话实实话 这番村 我觉得 兄弟们 你们预测一下 这个赛季的 剑灰单胶赛的冠军是谁呢 我预测 这个赛季的 剑灰单胶赛 我预测 前 前两名 第一名的话 不是打工人 就是暴农哥哥 反正 打工人跟暴农哥哥 要么是第一名 要么是第二名 我觉得呀 我觉得 应该是这个局面 我不看好 轰炸机能够 拿到第一名 或者是第二名 最近的话 打工人这个号的话 轰头太猛了 太酷了 兄弟们 这个号的话 真的太酷了 就你们打三个月 进会三条赛 我只需要三天 真的 这号是真的猛啊 兄弟们 呃 因为我跟这个号组 不认识呀 但是据可靠情报的话 对面也是11段的硬件 就是 前排11段 我不是说 专 专备11段啊 就 我跟兄弟们 讲一下 就是 你们只要看宝宝 就知道人的硬件 好不好 毕竟现在梦幻西 有宝宝 比人物的专备要贵啊 而且对面这一种宝宝 发翻壁的利息啊 兄弟们 都是自己改的书啊 可以看得到 对面电关家班的这种 福寨神木林啊 真的 跟他们电大 大海龟一样 真的兄弟们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比赛啊 看一下 昨天星期六的比赛 对面打工人 才遇见了哪些高手 有东西 比赛是18回合 咱们下 下集再见啊 关家班打不过对面的话 是很正常的 真的 很正常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比赛